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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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这里好多青草 哦 好整齐的小草 孩子们 这可不是青草 这是大人们种羊苗 我闻到了羊苗的气味 书上说 羊苗就是水稻的幼苗 成熟了就可以收割剁成大米 土拔 你的鼻子真是太厉害了 珊妮说得对 这些小羊苗将来长大了 可都要变成我们碗里的米饭 园长 我们可以种羊苗吗 当然可以 你们跟我来 驴园长正在给大家演示怎么插羊 就这样 左手拿着羊苗 右手配合往泥里种 为什么要到这走 恩奇观察得很仔细 不能把已经插好的羊苗采坏 所以必须要倒退的种 大家都试试看 驴园长 我种好了 哦 很好 土拔 你要是能种的 再整齐点就更好了 我 呃 种不动了 加油 我们马上就要完成了 阿妩 大家加油 小青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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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们 今天我们一定要种完这些羊苗哟 原来猪粮食这么辛苦 好累呀 小苗苗们 你们可一定要快快长哦 长大了 都装进我的肚子里 吐蕃 你在干什么 把小苗苗拔高一点 帮他快点长大 不行不行 小苗苗和你们一样 一口吃不成胖子 要慢慢长 真希望他快点 好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太阳也快落山了 准备回家吧 今天辛苦了 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 希望你们以后也要珍惜粮食 我们边早边一起备 命能好不好 好 逐活日当午 汉地狠下午 水池盘中餐 厉厉接吸气火 兔爸爸正在记录 孩子们今天的成长日记 今天 李园长带苏米他们 去了梦想农场 让孩子们体验了插秧 还叫他们认了五谷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